哈囉 我剛剛畫完要給見面會粉絲的圖 總共畫了差不多十張 今天畫了一整天的時間在畫這些東西 上面就是工作證 就是來參加我見面會工作人員的 我幫他們畫的工作證 再來這些就是送給粉絲的 粉絲的禮物 這是我第一次辦見面會 然後有點緊張 我是被二叔 所以我不知道會來多少人 但我覺得就好玩就好 不計成本 好玩就好 不然會這樣講就很技巧成本 不計成本 不計成本 會來都知道吧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玩一個小遊戲 就是我介紹一下我是YouTuber嘛 應該會來都知道吧對不對 然後 等下我會跟大家玩一個小遊戲 就是 大家都手上都有拿一張紙嘛 所以你們把紙黏在背後 因為每個人都有筆嘛 所以你們可以跟周遭的人 或是跟你想認識的人 跟他聊一分鐘的時間 所以聊一分鐘之後 寫你對對方的第一印象 在對方的背後 那我們就 之後就會開始 差不多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 對 就是讓大家聊一下 然後去認識彼此 而且通常去認識人 最難的就是 一開始要過去說話 所以我們可以去 感覺一下那個東西 你知道我原本以為會非常多了 你知道嗎 因為報名的人差不多一百五十幾個 然後結果來二十幾個 我覺得也很棒 結果有報名一百五十幾個 就覺得 哇 很 很開心你知道嗎 所以你知道我飲料就訂了多少 飲料我訂了一百六十杯 我覺得大家等一下可以喝到爽 就是你知道這樣的人數 每個人至少可以喝個三杯四杯 對 我覺得是很ok的 你 - 要不要團體好不好 - 要不要團體 - 要不要拐出來 - 三組 - 拆開 - 拆開 - 一個一個兩吧 - 只要有人會一個在那邊好不好 - 吃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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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人願意可以上來分享他自己的第一印象 別人對他第一印象 像我自己首相這個 我今天呢跟了123應該是六七個人 尤其看到那個剛才有個17歲中二病的弟弟喔 在哪裡 對對對 所以看到那個比自己年輕人會特別親切 所以呢我在張紙上面大家對我的印象就是 蠻有想法蠻有親和力大方的女生很熱情的女生 現在就寫我很熱情 然後是大雷雷的小滴滴 長得很像都敏俊謝謝 喔不想要了 你可以收啊 你可以換 然後我這邊就是別人幫我寫的是 肯工作認真學習 然後很會聊 感覺很認真負責 他在台上應該是 一直抖一直抖 現在是不是小抖 小抖 我錯我錯我 第一次也超抖的 我現在很抖 欸 還要講嗎還要講嗎可以講嗎 來來來來 好謝謝謝謝 等一下先放抖 謝謝謝謝謝謝 工作人員那邊 沒關係你啊 很喜歡被我出的教訓 謝謝你 等一下你的定印象呢 喔我的定印象最后 我都一直忘記 這是重點好不好 我其實只有跟兩個人聊天 然後第一個他是給我寫說 這裏面應該看 他寫很健談 很討聊 然後第二個是不會讓人緊張 謝謝 謝謝謝謝 感謝 那在我的就是 第一印象的小遊戲裡面就是像 因為我很久沒有去就是跟陌生人聊天了 那我一開始跟第一個人聊天的時候 他是說 很緊張 那就跟我現在上台是一樣的意思 所有人都一樣就是每一個行動的地步一定都是因為沒有做過 所以會很害怕 會很恐懼 心裡會有恐懼 可是當你開始第二個 就是當你進入那個狀態之後 你已經了解習慣那個行動的那個方針之後 你的感覺會上來 那你會進入一個狀態 我之前有危機過他叫做心流的狀態 我覺得這是我的 新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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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再分享一下 我交到女朋友了 謝謝 謝謝 這東西要早說啊 一開場就說啊 怎麼那麼久才說 一開場就說 多樂啊 天啊 可惡 下次注意喔 下次見面會注意一下 那那時候玩那個小遊戲的話 我就覺得很有趣 可是太短 時間只有15分鐘 我覺得這樣不夠 所以我覺得假如我要辦的話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聊更久一點 然後跟大家互動 因為你們就是看我的頻道嘛 就是在學習怎麼樣跟人社交 跟人互動的 假如你不知道要說什麼的話 是因為你緊張 你害怕 所以你不敢過去說話 其實你就逼自己過去 你就這樣 嗨 你好 你怎麼來 隨便 腦袋有什麼東西你就先丟 然後記住微笑 好不好 微笑不要這樣 嗨你好 也不要笑的 也不要笑的 也不要笑的太誇張 讓自己放鬆微笑去聊個天 我希望大家來這邊 可以交個朋友 或是學到一點東西 或是克服一點自己 假如不太敢跟人家說話 可以克服自己的 內心的一點小恐懼 因為它就是有點像是社交場合 你不是像 我們像去練打散 我們得去跟完全陌生的人 他可能對你臉很臭 叫你滾開 什麼什麼 就真的很兇 也有這種的 但你不會遇到這樣 這邊假如有人叫你滾開的話 你可以跟我說 我會跟他說 欸不要 不要那麼兇 好不好 就是 大家好玩 就來這邊好玩就好 好不好 那我們就 開始這自由活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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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我也是不懂 怎麼跟女生相處 所以我哥 大我八歲 所以他 他帶他 不知道是不是他女朋友 反正應該 是他女朋友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帶回家 然後那個 他的女朋友很過分 就是我在寫功課 你知道 國中生在那邊寫功課 寫到一半 他女朋友走到我旁邊 對我耳朵吹氣 你知道 我整個就 喔 幹嘛啦 之後我就覺得 呃 就覺得 女生真的是 完全不懂的生物 你知道 我原本都很害怕 就是我大一個 我就要歸兩個禮拜 然後每次走在路上 就可能走了兩個小時 每個女生對到眼 我就覺得 過去的時候我自己又轉掉 或是 怎麼又去 那個聲音出不來呢 你知道就是講不出來 我是真的受不了我自己了 因為每次一下班 我就逼自己要去打仗 但就是一直做不到 我很 痛恨自己怎麼那麼廢 你知道就是 這種事情都做不到 不過就過去說個話 你在怕什麼 但是 我記得那一次就是 我也是在地下街 我走好久 每個都是 那時候不敢說 或是 過去不敢過去 到我去健身玩 那個健身玩的時候 我就 戴上安全帽了 然後 一天又要結束了 我好廢啊 真的 你真的是很沒用 一騎車 我就看到一個女生 也沒有很漂亮 但就是 穿著喔 還蠻不錯的 我就看 我一定要過去 我一定要過去 騎車 我就 我第一刻就停車的時候 丟掉安全帽 跑過去 手刀 真的是手刀 然後對方就在等紅綠等 然後 旁邊還有兩對情侶 你知道嗎 我就這樣走過去 嗨你好 那個 我想認識你 然後他就 被嚇到 然後 這就算了 旁邊那兩對情侶 就 我就被笑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 然後對方說 他跟我一樣 聲音喊不出來 他就 好吧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 沒關係 我們走這段路就好了 我們走這段路 他就 好 我也忘了我講什麼 反正就很尷尬 然後講完之後 他說 那我要走這邊 好 謝謝 謝謝 我就很開箱 舉90公 然後旁邊那個情侶 也是走過去 然後 一直用那種 很藐盛的眼神看我 你知道 但你知道 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雖然感覺很丟臉 喔 我超開心的 騎自動車回家 我在尖叫 哇 我做到了 我真的尖叫 因為旁邊騎車也是在看我 是不是 也蠻丟臉 但我覺得 哇我做到我好厲害 但是 隔天去打散一樣就是 又哭了很久 你知道就是 一兩個小時 有打散應該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好 我跟我女友 我就分享一下 好害羞喔 我女朋友是 搭散認識的 就是 我那時候 也是練搭散 然後認識 那我們之後 就在一起 那我女朋友 其實是比較內向的人 那 我原本也是內向的人 那 因為社交的訓練 所以 就是一直 人就練把妹嘛 所以我就變得比較 能言善道一點 那我就 一兩個月之後 相處 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女朋友 原本是內向 不太敢說話 就說話 會一直去想 我這樣講 可能男朋友會生氣 之類的 那到後面 開始會嗆我啊 就是 有點小叮 也不是真的嗆 嗯 就是 叮一下 叮一下 之類的 那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代表他就是 可以很放鬆的跟我互動 那我認為 男女朋友其實就是 這樣的互動模式 就是很棒的 那我們也開始 會去做一些 我們彼此之間 很喜歡做 是例如我 幾個月前 我跟我女朋友去 學潛水 也考到執照 那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原本 沒有很想 去考潛水執照 因為 我覺得 很容易死掉 很可怕 那 可是我女朋友很想要嘛 那我覺得 欸好啊那 我也沒有很排斥啦 只是有點怕 那真的去學 我們也真的考到了 我就覺得很棒 那我原本 我女朋友也是 沒有在 沒有喜歡健身 就是 我跟他在一起跨年 一年把他半年之後 他才開始 自己被我一直每天講 我覺得健身很棒 你有沒有一個腿 然後我的屁股 又要又翹 我跟你講 之類的 他可能就覺得 來見一下好了 他自己就主動說 要健身 因為我會逼我女朋友 做任何事情 我覺得最感謝的就是 我在做任何嘗試的時候 就是我的頻道還沒有做起來 我還沒有做這頻道之前 我女朋友 我就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了 那 我開始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一直都是支持我的 他不會覺得 你在浪費時間 你在做 雖然這東西很冷 例如 叫人家把妹 這其實聽在一些可能 有些女朋友可能說 你這樣在幹嘛 你想去罷別人的妹喔 或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 他相信我 不會做這種事情 當然我本來就不會做 然後他會支持我去做 任何我想嘗試的東西 我做什麼事情他其實都支持 所以我覺得 這個很棒 所以我很感謝他 都會支持我做任何決定 我希望就是大家 剛剛也聊很多 然後可以上來分享一下 你先 你先 其實 這個書教的東西 並不一定是說 一定要說 真的是為了把妹 為了找到另一半 其實有時候想是個人成長 你當你個人的內在成長 成長好之後 當然不可能打扮什麼都要學習 學好之後呢 你自然而然 你會吸引到 適合女孩 你知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慢慢這時候來講呢 你才會慢慢才會說 就要說 欸 獨得去互動 當然我也不否認 不用一直看我沒關係 我覺得 我不覺得 因為沒有 因為我不親愛 我們還補胎單身 謝謝謝謝 一樣喔 3 2 1 來 3 2 1 天啊 怎麼壓力那麼重 我可以趕快逃離這個地方嗎 飛車怎麼那麼可怕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就站了 站了三個小時 然後看到那個 就是有一個 你叫兵哥 他一直在那邊 噓噓噓噓像影子小子一樣 衝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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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然後你又會嫌趴山很麻煩很累什麼的 對 那那個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因為你自己就沒有去做好覺悟的覺醒 所以其實他就是不只是一個 把妹的課程之類 他其實是一個面對 就是跟自己聊天 了解自己自我察覺的一個過程 好 謝謝 好 不要不要不要 沒關係啊 就好玩啊 最最改變我最多 然後讓我最有印象的是 貝克書的影片讓我知道什麼叫做匮法 我碰到喜歡的男生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會把對方抬很高 然後我在這裡 然後我就會覺得 他這麼優秀我配不上他 然後他是不是不喜歡我 我是不是長得不夠漂亮 所以沒有男生會喜歡我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不行 我要開始改變 然後我想要 至少要先知道問題在哪 然後我就上網查說 兩性方面的問題 因為根本沒有目標 然後你也不知道要怎麼查 這也是我第一次做 所以我就直接最快方式上YouTube 然後直接打兩性 然後一查 然後第一個就看到貝克書的影片 然後 真的真的 因為剛題下得很好 就是 什麼 如何 然後 真的很多 貝克書的影片是 讓我找出第一個 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點在哪 的第一部影片 然後這也就是我 會想要來聽這場演講的原因 因為我很好奇 這樣子的觀念 就是 對雖然是教男生 但其實我覺得 有一些女生自己看的時候 會有感覺 因為 講的是真的 好比說 男生就是會有些男生覺得說 女生就是只喜歡很帥的男生啊 然後你只要就是 長得很帥 所有女生都去追求你之後 沒有真的沒有 就是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你們有些男生真的誤會了 不是這樣子 女生要更多 不是 不是 女生有時候其實更要的是 你有沒有尊重他 跟你願不願意聽他說話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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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直以來我是 屬於一個長期匱乏的總隊員 高演 啊 高演 好 會比較大聲 會比較大聲 對 對 我很緊張 不用緊張 是一個被霸凌的 我以前班同學霸凌 我也被霸凌過 對 我也被霸凌過 沒有說 那時候我分手之後 沉澱了一段時間 那時候沒有那麼早接觸 那時候我是沉澱了一段時間以後 我就是 那時候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 我到底 到底在幹嘛 這一年來我到底在做什麼 而且這麼大的歲數 我到底在做什麼 對 你多大 蛤 我今年20 20 發生了啊 6 欸 我覺得很煩 32 31了 打到你了 打到我 打到你了 其實以前是一個 比較內向的一個人 然後 講話的時候都會思考說 嗯 這句話會不會傷到別人啊 會不會生氣啊 或者是乾脆不要講話 就是一個會比較委屈 自己一個心情的一個人 如果你做的任何事情 都不會傷害到別人 那你就去做啊 你現在不會傷害到別人 那為什麼不敢做呢 3 2 1 只有一個 不會吧 之後就沒有下一個人 我們貝克說的是 就是要怎麼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先弄清楚你的自信的 你所謂的自信是哪一方面的 那你去行動的時候 你的自信不管是 對方是好的回饋 或是壞的回饋 你有在做行動這件事的時候 你的自信就會慢慢起來 欸 後面 紅色 你的影片我大概在去年就有開始看 那時候看星座的時候 想說看了去 怎麼大概星座就超之多 不然你往回事就跟我講說 其實星座只慘了 那我那時候騙流量啊 所以就最輕鬆了 我跟他 一組二組 就是你自己的工作做好之後 然後你用外型去做你爺爺 只要做你 一組 但是要做 對 對 這真的有用 就好像館長 他就算沒有老婆 他還是會健身 對 我分享大概就是這樣 那另外還有一些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問題 喔喔喔 這是問題 好問題 我想問說 你自己在剛剛 我在等 喔 關注 我問你就是 你在剛搭訕的時候啊 你前面的那個 一開始剛搭訕 遇到的那些 就是 遇到強期 你大概多久 才不翻過那個期 兩個月吧 好像兩個月就過了 兩個月就 完全不會匱乏這樣 就是 匱乏 當然一直都有匱乏 假如有人說他完全 任何事都不匱乏 我不相信有這種 他騙人的 一定都有匱乏 只是你的害怕的程度 是變 很快就進入狀況 你很快就不會害怕了 很快就可以過去 跟人家砍砍而談 然後展現出你的那個特質 然後你會很輕鬆 很自由的 享受當下 就是在練習到後面 那因為我 我兩個月其實算 蠻快的 因為相對 我之前就 我剛剛有在分享嘛 我十五六歲就開始 就學這些東西 所以也是因為前面的累積 所以我在熬過 達成這塊很快 對 可是有些人可能 跟別人半年 還是沒有約會 或是 不知道自己怎麼進步 或是卡在那邊 那就是 你可能前面沒有那些累積 你得慢慢累積起來 那每個人 遇到達成的問題點 不是只有社交技巧 有時候也許是 你的生活方式 給人的潛溝通是什麼 你知道嗎 它有各方面的問題 那 我在練的時候 我是 不管是畫畫 或是經營頻道 或是像達成的兩星技巧 我都會去找出 我的痛點在哪裡 我的 呃 缺點在哪裡 然後我會想盡辦法克服 我覺得 我自己不足的地方 那克服完 應該說 例如 我跟對方講話 我身體是僵硬的嗎 你就要一直去 察覺自己是哪邊 管 或是我沒有在笑嗎 或是我不夠放鬆嗎 或是反應比較慢嗎 你去找出那個細節點 然後去把它補足 你就嘗試 欸我沒有在笑 那我就從頭到尾都在笑 或是怎樣 欸反應好 欸那可以納入 你知道嗎 就是 這樣的話進步也會相對的快 那 那這些的累積也都是因為可能 你剛剛有說嘛 像如畫畫 他們都是 應該說學任何東西 都是從反饋中再去調整 再去 繼續做 那你就會慢慢的進步 所以我相信 我以前在學畫畫這件事 或是打籃球 或是 健身沒有很好 但健身 我健身沒有練很好 但也是有健身 他們都會相對輔助到你在學習東西上 那兩性關係也是其中一個 學習的技能 嗯 就這樣 好 你這裡這裡這裡 你說一直當youtuber嗎 對啊 就是我會 因為我是從這邊發跡的 我的個性會比較偏向是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很老套 就是我是一個很忠誠的人 所以我是一個 呃 我是 誰對我好 我永遠記得 所以我就會 回報 所以 我youtuber發跡 就是像你們支持我 可能大部分應該都是從youtuber知道我嘛 那我就會覺得 我不能忘本 我不能 因為 賺很多錢 我可能 增加破益啊 應該沒那麼誇張啦 但人家賺很多 我就不做了 我覺得它變成是一個承諾 就是我希望不要讓 呃 對我有所期待 或是也很喜歡我的人 就覺得 嗯 賺好錢了 就不理我們了 原來我們只是賺錢 我並不希望 我給人是這種感覺 當 我是職恩圖報的人 那相對 呃 我幫到的人也許 他們可能會回饋到我身上 那也許也不會 那我無所謂 因為 我就喜歡做 這件事情 結語很快 就很謝謝大家 就是 呃支持我所以會來到現場 那 有人是住很遠的嗎 就是 住在國外的 有嗎 日本啊 香港啊 沒有 那有住在高雄的嗎 我住在美 你住高雄 橫春 橫春 哇 哇 好 OK 那 不好意思 那就這個送你好不好 就工作人員 我的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真的 就很感謝很感謝 特地上來 就是 就是我很感謝大家就是 來看我 的見面會 那下次辦應該是 很久之後 所以我很感謝大家 特地花時間上來 然後就是跟大家互動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你們可以互相留個Line啊 說認識彼此啊 就之後也許可以成為戰友 或是成為一個 男女朋友也可以 就是 就是互相了解 那這是 呃 就是我真的很感謝大家 就我不知道再多說什麼 怎麼感謝 那我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次的活動 那我很感謝工作人員 幾乎都是我的朋友 我的學生 我女朋友 就是很感謝他們的幫忙 所以可以讓這次的活動 進行 我知道很關腔 那快講完了 然後再來一個很重點的就是 我要直拍 謝謝 我知道有點尷尬 欸 感謝大家的 來我的見面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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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對 錄影欸 欸 他錄影 很感謝大家來這個見面會 很開心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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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